自11日起的四天里,132家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文创机构和厂商汇聚第九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展示台湾文化创意的最新成果,期待精台两地有更多合作商机。 据悉,本届文博会的台湾馆展览面积达4500平方米,共设置204个展位,以专管形式展示台湾的传统历史文化。 132家文创参展商中,不仅有陶作坊、陆宝等连续参展规模较大的文创企业,也有台湾文化创意中心、树德科技大学等文创教导机构,以及备受关注的新锐品牌如《掌声鼓励》、《香草铺子》等,覆盖了台湾文创业界的产学研领域。 今年,台湾馆首次迎来台北、台南、苗栗三个城市联媒班展,以加强推广台湾中南部文创业者,展现台湾文创发展的整体风貌和地域特色。 近年来,两岸文创产业都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文化交流更显活力。 北京文博会为两地文创业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利于双方共同发展与成长。 北京文博会于2007年首次设置台北主题馆,随着参展规模不断扩大,2010年升级为台湾文创精品馆。 截至2013年,北京文博会台湾展馆的签约意向合作金额已累计超过5亿元人民币。